今天套專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灣自己的活動贈品 可是本人的朋友是跟我講說 這是他們資源回收 你只要回收多少就可以拿到的 新竹市消防局的仿真車 但是它本身是不可以動的 它本身是完全是一個應該算是軟膠 然後他跟我講說這是筆筒 我跟你講這絕對不會是筆筒 他說後面這邊是可以把筆放進去 對啦 裡面是可以把筆放進去沒有錯 但是它太重了 我個人覺得不會有人設計這種蠢東西吧 然後很可惜的是它四個輪子 應該說八個輪子的部分 它沒有做出輪子的可動性 否則這台車的價值我就覺得很高 它本身是軟膠的 可以稍微看一下它這個塑膠是這樣子 是可以壓的 它是有個弧度在的 然後車子的造型其實我個人覺得做得還蠻好的 然後這邊有回收的標誌的一些廣告 他說是 然後有 他又跟我講說這個也有可能是他們消防局辦一些活動 所送的東西 反正 他就給我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一組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另外一面這樣子 然後臉那個 這個徽章 這應該不是警徽啦 這個徽章的部分也做得很好 我個人是覺得塗裝很好看 然後後面這個孔洞我到現在 還不能理解 我個人覺得只是單純的偷膠啊 你可以看到還蠻深的啊 他會跟我講說這個筆可以放進去 對啦 是可以放進去沒有錯 可是你可以看到 放進去 然後咧 沒有任何的意義啊 就 我個人是覺得是單純的偷膠啊 就是 節省成本比較有可能性啊 側面這樣子 底部這樣子啊 算是以正品來講 我個人覺得是一個 小朋友一定會很喜歡的一個東西啊 那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稍微有一些他們自己 他們新竹消防的那個 回收或者是活動 可能會有這個贈品啊 但說真的 因為我不是新竹人 然後送我那個 朋友說真的 他也 他也搞不太清楚啊 他說我反正就是贈品 那就被本人拿到 算是還不錯的一個贈品啊 反正 有新竹人的朋友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還是這根本不是新竹的啊 那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 這應該是儀式正品的 新竹市消防局的消防車 雲梯車啊 這應該是灑水車 這不是 這應該是 雲梯灑水車 這樣講有點奇怪 對應該是這樣的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 或者是有誰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的正品 可以跟本人解答一下